你常用Chat GPT吗 AI聊天机器人改变了新世代的学习和工作模式 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人工智慧最早的开发人杰弗瑞辛顿 日前却透过纽约时报召稿天下 警告持续发展AI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理由是AI将会超越人类的智商 反过来主宰人类 他甚至很后悔自己当初的投入 75岁的辛顿在2012年开发出 让电脑透过影像判读自学 以便示出实体物件的神经网络 就像人类的大脑 是AI学习成长的媒介 这套网络系统催生现在的AI聊天机器人技术 辛顿在意识到AI进化的程度 将遥遥领先人类之后选择退场 有媒体形容他对AI有着科学怪人的情节 担忧自己的研发变成巨瘦 不过辛顿的担忧早已经引起科技业 以及专家的警觉 包括AI任意取用未经同意 以及未经确认的网络讯息 形成难以辨认真伪的内容和影像 目前已经挑战各国政府的规范底线 2022年华盛顿邮报报导 Google工程师雷莫英 公开透露公司开发的AI聊天机器人Lambda 拥有等同七岁小孩的自主意识 而以违反保密政策遭到解雇 真相为何不得而知 但如何强化AI机器人感知人类情绪的能力 的确是目前AI专家努力的方向 普渡大学电脑科学教授贝拉 尝试将人类的行为形态 包括人类情绪 心理学和人类的意向 结合AI城市模组 让机器人能够感知人类的情绪变化 90年代兴起了陪伴机器人 充其数是宠物玩具 如果AI机器人真的可以像科幻作品 所描绘的 进化到可以读懂人类情绪和心思 甚至进行对话沟通的程度 那么该思考的是 人和机器的关系定义以及界限 不可会言的是 现阶段的AI技术 的确有助于提升许多领域的应用 以医疗保健来说 结合人脑判毒 提高疾病防治以及治疗的准确度 也能针对个别的用户 提供精准营养的建议指南 AI是否会教育人类 即使连AI教父也无法百分之百给出答案 但是确定的是 只要人能够保有自主意识 事先做好风险控管 无论AI工具有多么先进 决策和行动权 还是会在人类的手上 公事新闻张署分编译